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需产业 陆克不来 7月1号之后 这个夏天的台湾会非常的寒冷 军改 公教人员全部退休金都被砍 今天我们也请到陆军的退役少将 来跟我们谈他真正的第一手的真正的感受 台湾站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五年十年之后 我们回过头来看 一定会知道 你一定会记得黄志贤现在讲的 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候 很多时刻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 直到事情过后我们才明白 原来这就是那个关键的时间点 台湾剩下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我们要选择我们台湾到底要往哪里去 台独不可能 那难道台湾有第二条路吗 难道台湾人还可以不是中国人吗 如果台湾人就是中国人 那你还有别的什么样的选择呢 台湾人聪明起来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董哥董志森 大家晚安 前监察委员叶耀宏 大家好 前立法委员朱高正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王洪威 志贤好 张好 退役陆军少将于北辰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张有化 大家好 当然最近大家已经讨论了好几天了 就是现在开始已经有很多的退役的军人 收到年改之后的处份书 告诉他们以后他们一个月可以领多少钱呢 但问题是错误百出 错误百出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就是任何人任何姓名年龄都可能收到一个 不属于他的处份书 地址会错 会查无此人 里面的金额会错 18%的计算的基础也会错 没有一个地方不出错 可是你该怪谁呢 是要怪国防部还是怪决定硬要砍退役金的民进党呢 6月28日国防部寄发的总共6万多份通知函寄错 6万多份呢 已经寄了20多万份 有6万多份就错了 当然6月28日国民党的党团召开记者会 他来批评军改作业大乱 你这个蔡政府你在搞什么 这个错误是一回事 可是这个政策本身是不是才是真正的错呢 行政院的政务委员林万亿就是主改这一次的年改的大将 林万亿 他说这一次的改革是把引爆年金破产的隐信拿掉 虽然有人因此受影响 我的退休金也受影响 但个人事小 国家体制健全发展是大 陈建仁也说一个世世代代领得到 长长久久领到老的年金的心智已经展开 对军公教致歉致谢致敬 总统蔡英文呢 他讲了不一样的话 他说感谢军公教的同仁的体量 早就应该完成的改革工程做到 意思是说我做到了 再也不用担心以后会破产 在2016年的9月4日的时候 他说年金制度是为了让退休以后的生活保障 让每一个老人家都可以有一份足以养老的基本生活年金 并且让所有的人得到维持最低生活所需要的给付 那年金跟退休金到底是不是同样一个概念呢 于将军 这个我觉得蔡英文身为总统 他连年金跟退休凤都搞不清楚 年金是社会福利的一种 你的待遇好 社会的状况好 经济好 你可以多增加你的年金经营 但退休凤不一样 为什么他叫退休凤不叫退休年金 因为退休凤是你当时参加这个职业决定要加入这个职业 他是薪资结构契约的一部分 所以他并不属于年金的一部分 就是说我们在 以我们军人为例 我们进入军中跟国家签了一辈子的生死契约 如果你在这二十年之内 你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 没有坠机 没有坠海 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事件 你在二十年后能够存活下来 他开始给予你退休凤 这个退休凤的几率的标准是 一直到你往生为止 这是终身的凤几 所以这是整个工作契约的一部分 而年金不是 你说那是你们当时要从军的时候 政府跟你们签的契约 当时就是承诺你们多少钱吗 对那叫做退休凤 他当时承诺的状况 是因为他是用一个基数来做计算 而不是用一个数量 所以说当时告诉我们这个基数 其实在当时签约进入军中的时候 没有人会去算基数 因为你并不知道你可以做多少年 我们有很多同学在飞行的时候 可能三年五年第二年进入军中 他就坠机了就走了 那这些人的退休凤 他就拿不到了 因为他并没有完成国家的契约 他也不会跟国家做任何的 所谓的补偿的需求 因为你没有到达契约 那我们到达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以后 到达契约的标准 你开始给付我退休凤 那这一次的年金改革 等于是你跟人民 抢夺人民的财产 因为这是国家给我的赋予 我是薪水的一部分 你来抢夺 好 宏威 其实一而再再而三 这些受影响的军人 已经告诉我们 当时这个叫做契约 就我跟你签约 我要做这个工作 等到我现在退役了 我七老八十了 我没有工作能力了 你告诉我说 你当时承诺给我的退休金 不算数了 然后这样子可以吗 可是民进党一点都不害怕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做出来的民调 哈哈 六成四的人都支持他们这样做 做得好 做得好棒棒 然后再算 反正这一次 所有退休军工教合起来 总共是三十三万人而已 一个家庭算四口人 也不过就是一百万人出头 这一百万人跟他整个的两千三百万人来比 小意思 不过是四%的人口 这些票本来就不是我的票 所以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蔡英文政府这么敢砍 而且砍得这么狠 而且在这一次 完全没有程序正义可言 就是因为他长期决定 你这三十几万的退休军工教 你长期是支持国民党的嘛 你不是我的票 所以我砍你起来一点都不手软 那我想这一次其实 最被争议的是整个的过程 等于是一再的羞辱 这些退休的军人 大家记得 其实立法院是在6月21号的凌晨 才通过整个的军人年改方案 那么急吼吼的 说7月1号实施 那大家事实上都已经谈过好多次 就是退休公教的部分 他去年通过 全序部他整个的准备期间长达11个月 所以大家说你会来不及 可是蔡英文政府说没有关系 我们照常上路 结果到了上个礼拜 大家都知道 整个的这个 他的重新的 就是计算书 记得乱七八糟 全部都是错误百出 结果他告诉你 我7月1号还是照常上路 所以从7月1号 很多的老伯伯去刷了存款部之后 发现我怎么少那么多 所以刚才 那于将军说 这是政府违背承诺 而且是欺骗了这么多的军人 我可以告诉大家 有一个案例 证明我们现在政府是一片再一片 大家记不记得 当时告诉你 军人因为不一样 所以那个楼地板比较高 38990 比这个退休公教比较高 所以大家都会认为说 那么38990 就应该是一个最低的底线 结果现在发现 有一个台东的市官长说 他说我住在地下室 因为他发现 他原来是在三万七千多 他本来不到这个底线 结果呢 他收到这个存款部一刷 还少了四千多块 所以他说 我是不是住在地下室 这不是政府再次的欺骗 我们这些退休军人吗 宇将军 民进党政府一直讲说 不是所有的退休的军工教 都会受影响 真正受到影响的 只是少数中的少数 对 只有六万人 可是明明受影响的 会远多于这些人 那你刷了步子 你少掉多少钱 我少掉大概一万五千块 一个月 这是一个月就少到一万五千块 有少更多的吗 最多少到三万一千块 那这个其实我讲 民进党政府很厉害 民进党政府常说 他是最最会沟通的政府 其实我发现他是最会骗人的政府 所有的细节都藏在 这个魔鬼都藏在细节里面 非常可怕 我做了一张表 大家可以看看 这张表是 是按照立法院删读通过的表 那这个第一项 这个退縫的部分 他是包含哪些 他包含的退縫 就是我们现在在六月一号 我们所有的退縫 是由退縫 加上所有的包含了月补偿金 补足的差额 优利存款 是等于整个优利的 救治的总退縫 那新制退縫 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本凤乘以二 再乘上五十五 加上年资减二十 再乘上百分之二 就是新制的年资 那当这个新的与旧的相减之后 就会产生一个所谓新旧差 那这个新旧差其实很单纯 就是新旧差如果是两万 就两万除以十 每年减两千块钱 然后分十年逐次递减 这个看起来好像 就是像蔡英文说的 非常的缓和 循序渐进 对所有退伍的军人 造成非常小的影响 可是我说 魔鬼藏在细节里 他非常可怕 他在这个地方 动了很多的手脚 他把里面所谓的补偿金 在无预警的状况下拿掉了 这个补偿金 在我们这次 所谓的服役条例 第二十六条 写得很清楚 包含补偿金 包含了退伍差额的补助 都是属于救治退縫的一部分 那应该是由总额 去减掉新制的退縫 然后差额来逐十年来做 平均的减 但是他一次 就把你这个补偿金 补偿金少则两千 多则有到两万的 等于说他即使 他整个改革下来 砍你三万 可是他第一年就砍掉两万 所以这魔鬼在细节里 然后他为什么说 只有六万人受影响 因为他已经把补偿金 先减掉了 所以说你可能 一毛都没少 其实你已经少两万了 民进党就是走民粹主义的路线 对 我在这里跟你讲 我在三十年前 我还在民进党当中常委的时候 我到西楼去 在一个宾南汤 大家就跟我再讲 说军公教退休之后 待遇那么好 劳工农民怎么怎么样 我就笑着跟他们讲 我说法律有规定 本省级人同胞 不能去当兵吗 没有人要去当兵 当兵是整个都卖给国家 对 所以好难不当兵 好铁不打钉 所以说当兵 本省人没有人要去当 你知道吗 好 再来我说 这个公务员呢 我说要是你的子女 考上高普考 大家还要来贴红绑 跟你放鞭炮 对 就是很优秀才能考上 至于老师 有没有规定说 你本省级不能去当老师 拜托 五十个才录取一个 军公教的退休奉 本来就是恩几制 我在这要问 一定要让我们国家 最优秀的人来当军公教 国家才有希望 你现在把军公教当做劳工农民 还没有打赏的都赶快 台湾会有希望吗 所以我在这要讲 民进党就是利用这种无知的劳工 来挑逗对军公教的斗争 我在这要问 没有人反对你是当军公教 你有办法你牺牲 你来当军人 你有办法你来考公务员 你有办法你来考师范 当老师吗 怎么无远无故就把军公教 只因为他们可能比较多数的人 会支持男的 你就这样来斗争人家 我说民进党是 所以我在这要讲 我不会因为我在不在民进党 改变我的看法 但是就算我在民进党 我都坚决反对这样 那大家看看吧 今天民进党这样来整军公教 我告诉你 当军公教走上街头的时候 就是台湾社会动乱的开端 为什么 本来军公教是最支持这个政府的 以前我们要上街头 长辈都说买啦买啦买啦 现在不仅说买 而且一起上 所以说我在这要告诉大家 如果台湾社会少了这一股稳定的力量 还会有好日子过吗 我在这告诉大家 民进党是把自己的执政基础给毁坏掉了 不要小看这受影响的人员 或者军公教全体 也不过就是33万人已经退休的 可是这些人向来是奉公守法到不行 是整个社会最稳定的一群人 也是台湾内需的经济非常重要的来源 可是你砍了半天 失信违宪最后一年就省区区四百亿台币 有话兄这四百亿台币 他前瞻计划一年就给你干掉了一千亿 还不要再讲其他的东西 这一次军公教被砍得这么多 真正关切的除了军公教以外 真正关切的是哪一个国家 美国 美国已经问台湾 他说你这个年金 如果照这样子处理下去 第一个你募兵制到底要不要推 你推得下去吗 推不下去了 当你推不下去 你的国防 你马上发生问题 你马上发生问题 你又去冲撞两岸 这是第一个 他说第二个 这一次的年改 美国应该也劝过蔡英文了 就是下手不要那么狠 但是蔡英文听了没有 蔡英文没有听 非但没有听 就是魔鬼藏在细节里面 主管管的夹几 跟月退的优退的差额 全部都砍掉 其实这些钱不多 但是他为什么 他非要这样子做 还是为了选举 美国也想 你不能为了选举 自台湾的生存安全余不顾 那我们现在看 蔡英文他无论他实施怎么改革 就是说跟东方不败一样的 一统江湖 我把你们通通都砍了 这些票我不要 那我只要去争取这些人的支持 那我万年执政 当你万年执政你有没有想过 当一个军公教军心浮动的时候 你的政机你的政策难道会好吗 那其次 现在蔡英文还有陈建仁讲说 可以长长久久 我现在告诉你 台湾的经济搞不好 未来十年年金还是那有问题 解决年金唯一的方式 就是经济发展 当你经济发展不起来的时候 你未来年金你还是会砍 当你一方面经济搞不好 你国防弱化的时候 中国大陆他要不要跟你谈 他会跟你什么样的筹码 请蔡英文总统好好想清楚 你看这些人讲话 就是都在写那种 柯文哲式的讲话 高铁要盖第二条 中嘉宾是屏东选出来的 现在高雄到屏东没有高铁 你应该去争取这个 你现在盖第二条高铁 也不会经过你屏东 所以我说这种人 你干嘛选他出来呢